一次摔倒 一次在那爬起来 就这样一点点累积 一点点的过程 拼搏就是勇往直前的过程 拼搏就是勇于亮剑 勇于面对内心的恐惧 黄金100秒 我们来了 欢迎 欢迎各位 哇 这气势 好厉害呀 掌声欢迎黄铭蜜和她的学生们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铭蜜 请自我介绍一下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好 我们是来自北京市石英山区 青少年活动军舞势团的 这些都是我们舞势团的孩子们 把孩子们给大家打个招呼 你们好 你们好 几岁了 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从你开始 我叫林建一 12岁了 我叫毕轩年 也是12岁了 我叫黄桃 今天8岁了 今天8岁了 生日快乐 大家好 我叫王孝硕 我今年7岁了 下一位 我叫张克铭 今年9岁了 大家好 我叫水元杰 今年15岁了 师姐 这是 明明现在有多少学生 我们舞势团现在有50多个孩子 小朋友进来以后 他们觉得最难过的坎是哪些训练 基本功 比如说这个在我指导这么多年 第一关就是柔韵兴 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皮叉 压腿 压腿 对 对 所以你们每一个人都现在压腿 都特别厉害 对吗 来 中间过生日的小朋友 能给观众朋友们表演一个吗 来 下场 3 2 1 呦 呦 呦 哎 棒了 请起立 小朋友真可爱啊 你发现没有 这孩子最小才7岁 其实跟我女儿一边大 明明你是几岁开始学舞 我是8岁 比他们稍微 比他们还晚一点 对 晚一点 后来就是有去选拔的机会 我就被选拔到省队里面 后来你是从省队到的 中华武术学校 没错 没错 我相信可能没有学舞的朋友 听到中华武术学校 可能有点陌生 但是看了今年的冬奥会 我相信大家应该有留意到 这个开幕式的表演当中 有一个节目叫 《非春》 那个表演的演员们 就全部是中华武术学校的 对 都是我们母校的孩子 所以那一刻 你应该是非常骄傲的 我非常激动 因为我看到他们 我都想到我身边的孩子们了 因为那些孩子们 能站到那么高的舞台 我感到很骄傲 很自豪 那么我想 也想让我们的孩子们 能站到这种大舞台 听懂了 这一次明明带着他的学生们 来挑战黄金舞台 其实也是给这些孩子们 登上大舞台历练的机会 就像曾经他的母校的学生们 站上了冬奥会开幕式的舞台一样 你们今天也不差 你们站上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舞台 你们有没有信心 有 好 挑战我们黄金100秒的舞台 首先要带着你们一起 来挑战小舞台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投票通道已开启 50秒倒计时 开始 谢谢 中央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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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请我们现场的黄金观众投票 我们来看一下弹幕 祖国的花朵 看到了武术传承的精神 没错 希望他们继续加油 也祝他们取得好成绩 嗯 来吧 接下来一起看结果 黄金大幕请升起 三 二 一 宝箱开启 三 二 一 宝箱开启 加油 加油 谢谢 有梦想着灿烂绽放 心灌烧